男人醒来 惊恐地发现自己躺在坑里 双手被绳子牢牢捆住 腰以下被凝固的水泥封住 动弹不得 男人大喊救命 旁边的母女俩充耳不闻 自顾自地忙碌着 看到他们正在用机器搅拌水泥 男人更慌了 威胁说自己的同事马上就到 到时候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 谁知母女俩根本无动于衷 将一罐水泥静止倒在男人的上半身 男人害怕极了 奋力挣扎但无济于事 很快水泥就淹没了她的肩膀 朝脖子慢去 男人感到呼吸困难 开始恐惧地大喊大叫 现来硬得不行 男人转变态度向母女俩求饶 然而对方依然没有什么反应 母亲反而叫女儿把水泥再压实一点 男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不认识这母女俩 和他们无冤无仇 为啥他们要置自己于死地 时间回到几小时前 男人名叫小周 是一名实习警察 今天晚上和同事老方巡逻完后 就一起去吃海鲜粥 吃到一半小周的传呼机里 传来总部的命令 说新华大厦七楼 必坐有人报警 疑似家庭纠纷 让他们去处理一下 刚上班不久的小周工作积极 马上起身准备前往 但被职场老油条老方叫住 说不及这几分钟 先把周喝完再去 但看小周还是想走 老方就让他先去看看 自己喝完周马上就去 小周立马动身走了 独自前往目的地 穿过昏暗的小巷 再转几个弯后 终于来到新华大厦 这是一栋外表破旧的居民楼 但似乎住户还不少 小周进入大楼 惊奇地发现下面竟然没有保安 更奇怪的是 里面灯光灰暗 一个人都没有 小周走到七楼 闭座前按响门铃 出现一个蓬头垢面的年轻女孩 小周表明来意 不料女孩坚持声称 没有人报警 更没有什么纠纷 但看到女孩慌张的表情 警察小周直觉一定有问题 于是提出要进去看看 但女孩还是拒绝 这时老方打来电话询问进展 小周报告后 老方更不在意了 认为很可能又是假报警 让小周按照流程进去查看一下就好 可女孩依然堵在门口不给劲 就在两人僵持时 屋内传来声音 女孩脸上闪过一丝害怕的神情 随后就乖乖把门打开了 小周得以进去巡视一番 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屋内有个老女人在采缝刃机 刚才的声音应该就是她发出的 小周例行公事地向她询问情况 但对方一声不吭 只是一个劲的采缝刃机 小周以为她是听力不太好 于是上前一步再次询问 只见女人缓慢抬起头 眼神变得可怕 下一秒猛地抓过小周的手 按在针下狂采缝刃机 钻心地疼瞬间传遍小周全身 让她不由地大叫 女孩突然过来在她脖子上扎了一针 这一连串的袭击让小周猝不及防 试图反抗的她摔倒在地 想站起来食药笑发作 小周感到浑身无力 视线也逐渐模糊 很快就昏迷过去 如果你马上就要被水泥活埋 凶手给你两个选择你怎么选 第一种是把水泥直接盖在头上 你可以憋起 让你窒息而死 这种死法的优点是迅速去世 少遭罪 第二种是给你一个管子用来呼吸 在等待水泥凝固的时候 慢慢感受皮肤被灼烧的痛苦 但是可以短暂地活几天 最后在绝望中死去 警察小周现在就面临这种选择 她想起之前女孩在门口不准她进去 现在才醒悟过来 原来女孩当时是想救自己 小周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向女孩求救 然而她现在一言不发 乖乖坐着母亲让她做的事 看着转动的搅拌机里 全是细腻丝滑的水泥 小周无比崩溃 她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了 老女人默认她选了第二种死法 于是往她嘴里塞了一根管子 母女俩推来搅拌机倾倒 水泥倾泻而吓砸在小周脸上 没意会就全覆盖了她的头 好在同事老方此时也终于过来大楼这里了 她找楼下的保安询问情况 说接到了报警电话 但保安不相信 因为这里已经闲置六七年了 里面没有住户 怎么可能有人报警 而且保安每天都上去巡逻 不可能有其他人在 老方进入大楼 里面果然破败不堪 而且空无一人 但小周不知去向 预感不妙的老方给她打电话 诡异的是发生了 楼里传来手机铃声 老方寻着声音寻找声援 似乎是从地板下传来的 这也太诡异邪门了 老方冷汗直流 双腿无力地瘫软在地 警方凿开地板 发现了一具尸骨 砸开墙壁 又发现一具 他们还找到了实习警员小周的手机 但却不见她的身影 难道已经遇害了 经过法医检测 两具尸骨均为女性 而且距离死亡时间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们的后脑勺有明显伤痕 应该是生前被顿气所伤 被人杀害后 弃在了水泥中 当年这对单亲母女突然失踪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现在找到尸骨 这桩悬案又被翻了出来 女孩的男朋友有重大犯罪嫌疑 她是工地上的散工 专门负责水泥工作 平时好赌博 欠下很多高利贷 此人有动机也有条件实施犯罪 但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无法定罪 半年后这人遭遇重大车祸 不治而亡 案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失踪的小周 警长看着小周的照片 突然感觉很熟悉 把女孩男朋友的照片翻出来一对比 不禁大吃一惊 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老方这边 失职的她已经主动辞职了 而且对小周的失踪愧疚不已 每天都要去接上张贴小周的寻人启事 转眼20年过去 老方依旧不放弃 这天她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手机铃声 转头竟看到一个和小周长的一模一样的人 老方激动不已 刚想上前喊她 但对方似乎不认识她 很快就钻进出租车走了 当车驶过老方眼前 她惊呆了 只见后排坐着那两个已经死去的母女 老方终于明白过来 当年女孩男友出车祸也是他们俩害的 目的就是报仇 母女俩被杀害后怨气深重 害死凶手后都不足以平息 于是20年后找到凶手的转世 也就是小周 让她也体验被水泥活埋的痛苦 现在又是20年过去了 母女俩再次找到小周的转世 老方想到这里 不经后被发凉头皮发麻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出自电影拍得不错中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做了 会被反噬